回到新现场来关心是在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因为反对承认中国学历现在在立法院的教育委员会 蓝日立委是炒成的一团 最新的情况请记者黄安晴来告诉我们 安晴 好的为了反对开放承认大陆中国的这个学历 今天的民进党特别发出了甲级动员 在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这个地方 希望能够提出所谓的散会这样的一个动议 不过呢今天呢由于在的人数上呢 以7比8这样的少了一票子 让这个会议必须要继续的开哦 让这个民进党立委可以说是相当的生气 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就开始霸占相关这个议会 来瘫痪整个这个议事的流程 我们听看收到谎问 不可以这样的霸道的方式 不可以这么霸道的方式 国民党才霸道啦 霸道的是国民党啦 台湾人民的三层权不是表决可以决定的 台湾人民的三层权不可以被拿来表决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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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湾人民的三层权不可以拿来表决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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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刚刚听到呢 尽管因为之前曾经表决 而民进党因为少了一票 因此散会动议没有办法来进行 不过其实在今天一大早 九眼中开始的时候呢 民进党都已经团团的 在一早的时候就发出甲级动员 而且所有的相关民进党立委 都已经在内政委会准备要开会 但是国民党一早的时候呢 只有一两位的立委在这个现场 直到主席吴玉生来的时候呢 才很多国民党立委才来到这个现场 而在这个表决之后呢 由于国民党的人数比较多 因此呢持续坚持要开会 但是呢目前由于蓝绿双方僵持不下 整个这个议事仍然是持续的这样子停摆